又是海伦温斯顿 对 刷到你抖音啊 几月买的 三月份 三月份买的 花了六万二 对 这个是什么情况 就是买小了呗 买小了不是可以换的吗 重新买 你有呗 重新买啊 这么任性啊 它应该就是专界比较 对 专界比较聪明 但像这种的话 你如果出手会亏很多证书都在的对吧 看一下啊 这个没带过就一直放在柜子里面 这也是订婚的 对 怎么二年了 我以为今年了 不是 去年 一直买了没带过 没带过 你可以看嘛 这个时间有点尴尬了 怎么是去年的东西 所以重新买了 这个路远都可见这里有划痕 但是一次都没有带过 看到吗 对吧 这个不能当新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食物是 划伤都比较厉害的 但是就是没带过的 这个是男戒啊 男戒就像了三颗转 三颗碎转这么简单的 然后这个女戒 女戒倒是像了蛮多转的 但都是碎转 对这嘛 正常流通呢 它尺寸起码要在52以上 才好流通 你这个没有52吗 这个我感觉可能 这个戒指都有52 你怎么可能这个没有52呢 那你这个你还能带得上吗 怎么可能带不上了 我买回来我当然是能带 所以才会买它的 这个男戒都带不了进去 可能男戒小吧 你这应该不算小吧 那差不多就这个尺寸了 对呀就是标准尺寸呀 但是我算手指不算细的 原来小姐姐细的 可能比这个还要少 你看吧 反正合适就出不合适 我拿回去 所以这你心理价位有吗 像你们如果是收戒指的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价格收 这个没有常规的 海洛威斯顿这个品牌 是特殊的品牌 只有赚戒之前 那么像这种 是比较少对吧 很冷门 第二就是圈口了 常规是多少圈口呢 常规就是你正常要符合的 圈口其实是52以上 这上面有的吧 这没有 这没有 但我大概知道 它是什么圈口的 嗯 这个你不是杨子出来的吗 你说一个心理价吗 我心理价 嗯 嗯 五折吧 五折啊 对折 这个钻戒你能看到多少钱 这个我不知道 它是一万一千九买的 五折就能卖你 嗯 那就是五六万 然后这个钻石还这么大 地色的 这个也不大吧 这个又没有 零点七六克了 对啊 一克拉都不到 这个款也不行了 一个字 绝 首先啊 我前面强调了很多次了 我说海龙威斯顿是卖钻戒的 嗯 知道吧 它不是卖这种碎钻的 碎钻它是不值钱的 知道吧 你如果单按碎钻来算 你那个钻石扣下来 可能就一百多块钱 那种就是常规的这种钻戒 也不会卖呀 自己肯定会带 那还是会有人卖的呀 所以是有价值在的呀 我这个五折都能卖给你的东西 你觉得你这个五折可能吗 可以说嘛 你让我抱了干嘛呢 抱了没什么用 对 我也告诉你嘛 对吧 嗯 行啊 谢谢啊 嗯 好 张雨琪说过 伊克拉以家的钻石统称为碎钻 那么碎钻在钻石里面是不值钱的 我这颗钻石五折我都不敢喊 它居然要卖我五折 通知 friendship 感觉 广告 广告